我想先問一下 我們台股這禮拜 當然是大家壓力非常大 本來覺得跌這麼多 是不是應該要稍微指紋 結果沒有 半年現在又一度是失去 現在又失而復得 目前台股在平盤附近 有沒有可能這一波台股 還沒跌完 繼續下探到萬六 覺得有沒有可能 圈貨差 幫我按一下 因為大家很怕跌跌不休 哎呦 只有這個攢價覺得會 另外兩位覺得不會 智元你覺得不會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應該在於說 大家在等聯準會的利率決策會議 還有包括就是 最近來講 美中關係有一點惡化 那美中關係的惡化 展現在什麼地方 居然展現在iPhone身上 因為美國的公家機關 禁止就是帶iPhone進去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指標 如果公家機關都這個樣子的話 那代表就是 在中國的買系 中國的機關 對 可能就沒有這麼的強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能市場上 會有一點擔心 這個中國市場 對於iPhone的一個買氣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另外台股的問題就在於 AI股最近來講 這一段的跌是 就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也有一點影響人氣 那時間序列 我覺得就剛好就是 9月20號的話 聯準會公佈 利率決策會議 我預計呢 應該是按摩不動 因為以現在Fatwatch Fatwatch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大概九成以上 認為是不會升息 但11月份就比較難講 所以現在11月 反而是在五五波的一個階段 那剛好9月底 也是這個中秋節 就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節氣 所以大概過了中秋之後 我覺得就會比較明朗 但是呢 在趨勢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 鄉行的區間震盪是比較多 不至於到破底 OK 好 但是你覺得就是一個 還是在區間震盪的情況之下 中國的情況現在比較嚴重 好 邵璇 我也是認為 我也是跟志願哥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是我分三個重點來跟大家講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外資籌碼 外資的期貨未平倉 從上禮拜的8000口空單 到3000口空單 到昨天的1000口空單 所以我認為外資其實也並不看淡 台股的後續的展望 後續的動向 再來第二點呢 你可以看到美股 美股的蘋果跟輝達 股價也在高漲震盪 雖然蘋果跟剛剛講的一樣 因為國營的事業 國營的機構去禁止 他們的員工攜帶蘋果 進入公司 進入辦公室 所以會影響嗎 我認為這只是一個 雷聲大雨點小的一個小利空 主要還是要看蘋果的銷量如何 再來揮達的股價 因為大股東 因為CEO的賣股 而導致近期股價波動比較大 我認為這個你要去深入了解 發現其實揮達黃仁勳 並不是在賣手中的持股 所以還是要看10月底11月的時候 營收出來 財報 第三季的財報出爐 對台股的影響 對數據以及你的獲利狀況 對AI 你的毛利有沒有提升 這個才是一個明確的指標 再來第三點 你可以看到CPI的過程 就是通膨公佈 那CPI預計會觸底反彈 那其實先前已經反彈了 那再來會持續的往上彈的過程中 連準會對升息的看法 目前9月是暗兵不動 11月升息呢 我認為自己認為升息的機率是蠻大的 因為通膨最後一里路了 快要見到2了 但是又開始死灰復燃 所以11月連準會會積極的 去做一個大動作 去把通膨壓下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台股呢 這邊已經打第一隻腳了 隨後再打第二隻腳 那打第二隻腳的話呢 我認為是一個健康的態勢 準備踢出黃金右腳 下降趨勢線也準備回撤來 準備要往上攻高 再來外資近期大部分去賣超台股 而內資呢不離不棄 投信呢一直不離不棄的買 那我們去關注一下投信再買什麼 連續買超再買什麼 車用跟IC設計 所以後續的選股方向呢 可以關注車用跟IC設計 OK 好 這個展嘉市我們先行 唯一覺得會到萬流 你比較悲觀 理由是什麼 嗯 好的 我是長期以來是一直使用技術分析 這個方法 那我跟一般人使用技術分析的方法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因為我是在1997年 也就是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我就已經開始投入股市了 對 就是在那個時候 那換句話說就是說 當我在做技術分析的時候 我會非常著重說 在我們目前的這個盤勢啊 是不是有過去的案例可以參考這樣子 那不如我們就去來看這個圖板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來講啊 我們今年的這個台股的走勢呢 大家會發現到我們在這個圖上面呢 我的圖非常的簡單 總共只有兩條平均線而已 上面這一條呢是半年線 下面這一條是年線 然後呢你會發現到說2023年 上半年以來都是急漲的一個波段 然後呢大概到了這個下半年左右呢 形成了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像是帽子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一般俗稱所謂的頭部 然後呢這個頭部呢完成之後呢 出現一個下跌段之後呢 現在開始整理 那也就好像剛剛這個 另外一位來賓所說的 就是好像似乎要打出第二隻腳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們單單看這張圖的話 我們能夠收到的資訊是非常有限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看另外一張圖 好看到 你說要往前看 看到1994跟1997 好的 還滿久的 我的習慣是 我會回顧過去 三十多年的盤勢 我會發現說 如同我剛剛講的 有上半年出現急漲的 有後來出現一個 整理完以後出現一個頭部 然後後來出現一個下跌段 而且剛好出現是在九月份左右的地方 從1987年以來 總共只有出現兩個年份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說只有這兩個年份是具有參考性 那我們就要來看說 到底在 在這個方塊 1994年的這個方塊 或者是在1997年這個方塊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1994年的這個九月份 也就是說這個方塊是打第一隻腳 我們到大概這個地方 橫向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假設是走1994年 年底的盤行的話 那麼的確 就如剛才慶儀所說的 大約會在16000點這個附近 就指出它的跌勢 那隨後在靠近年底的時候 就會上揚 那可是另外一個狀況 也就是為什麼剛剛呢 舉圈的原因是在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 就是說這兩隻腳 都發生在1997年的這個方塊裡面 換句話說 大家注意到 女主持人很可怕 因為那是整個全世界系統性風險來 這是半年限 從亞洲燃起 也就是跟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一樣 當已經打完兩隻腳以後 出現的是什麼呢 是向下灌破年限 所以你覺得你覺得 心中你覺得最慘的點數是到哪裡 所以換句話說啊 灌破15000點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的時候 就是投資朋友要注意的是 不要忘記有灌破年限的可能性 可是那一年是有特殊事件啊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後面有什麼特殊事件 好 凡事借勝恐懼 就是有這麼一個說法 大家可以放在心中 還有什麼事情 現在想想好恐怖啊 那問一下AI要放棄了嗎 因為大家看到 哇塞這個黃董 那個男人竟然大賣灰打的股票 那麼連他都賣的話 大家還有必要再跟著這個 這個有人說在加碼 還是跟著忍痛一起賣出呢 怎麼看 好 邵璇 好 近期呢 因為可能通膨的關係 連準會鷹派的升息 那導致利率開始高漲 然後導致開始資金流回美國 而大家都想說那是不是該賣科技股 因為利率上升對科技股影響最重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9月8號的新聞頭版在寫什麼 黃仁勳大賣喔 他記得喔 他是用大賣喔 大賣灰打股票 那為什麼會大賣灰打股票 為什麼會賣掉手中的他執行選擇權 執行8.9萬股的選擇權呢 你可以看到 他呢 9月執行選擇權的賣出灰打8.9萬股 基本上是他在3月就已經制定好的 10B5之1的這個計劃 什麼叫10B5之1這個計劃呢 這其實就是美國SEC的那個 證交會 證交所他們呢為了擔心 公司的高層為了擔心 美股會有出現內線交易 所以他們就制定這個計劃 就相當於說台股就是 你要賣你要提前申報啦 那其實他要賣的價格呢 跟賣的時間呢 跟行使選擇權的日期出售的價格 都已經提前在3月 就已經制定好了 所以今年五六月的時候黃仁勳來台灣 在那個台大演講會 RUN 就是叫你趕快跑 已經暗示你了 其實這是開玩笑的 那他呢 其實3月就已經制定9月 9月要去做賣股的動作 而且呢 這個並不是他原本手中就有的持股 而是說他選擇權進來他拿到股票 然後再把執行選擇權再把股票賣掉 而已他並沒有動用到手中的8956股 所以他其實很多人就說 是強快賣的 對對對 相當於說0.1%持股 這其實他並沒有賣手中的持股 所以我覺得用大賣兩個字呢 可能有些偏頗就是 可能是要把你洗下去 或者是可能是要去 你對AI後來的展望 不是那麼理解的人 那反倒是要把你 手中的股票給騙過來 那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AI的情況跟未來AI的情況該怎麼看呢 當時5 6月的時候呢 AI整個火熱起來的時候呢 其實你去問法人 你去問研究員 他們對AI了解嗎 其實不了解 他們呢只要是有AI 公司有就是跟元宇宙一樣嘛 只要公司有講說有AI的 財報有AI的 都會一窩蜂的亂漲 大家都進去買 因為當大家都不知道你要出貨給誰 什麼時候出貨 你毛利率提升多少 但是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啊 所有的法人跟研究員 早就已經研究的很透徹了 都是去問嘛 去摳公司嘛 那你要出貨給輝達 出貨給AMD 出貨各幾台 獲利多少 毛利率貢獻多少 幾月出貨 所以現在都已經清清楚楚的知道了 所以對AI來講 市場就沒有想像題材了 就不會像今年5 6月標的這麼兇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產業的成長週期 它的生命週期 照理來講 每個大標股都可以這樣 群魔亂舞先大漲一段 再來強者很強 你有營收 你有實質 AI貢獻進來的 再來現在已經來到這個階段 紅點嘛 現在AI的位置 就是紅點這個位置 現在準備要面臨什麼 準備要迎來強強聯手 代表還沒有掌玩 強強聯手是什麼呢 你AI發明出來 你AI是要幹嘛 要拿去跨界做車用的 因為你總不可能發明AI 就是只Focus在AI吧 一定是AI未來取代人類 去做自駕車 AI未來取代人力 去做機械的組裝 AI未來取代人類去做醫療 對吧 所以其實現在在做強強聯手 就是AI的跨界這一塊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提前去佈局 強強聯手這一塊 那有幾個概念股呢 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你可以去看一下 有雙題材 而且籌碼穩定的 你覺得現在可以介入的嗎 對 沒錯 那我會跟你講時間點 那現在的話呢 廣達可以看到 廣達收證蠻多了 對 廣達的話呢 它其實有AI伺服器 而且佔比超乎預期 再來它車用的成長呢 動能也非常強勁 它的毛利跟稅後盈餘的 都創下歷史新高 而股價近期在這邊震盪 我認為反倒是可以持續的去留意 因為這一檔呢 投信積極佈局的情況下 它呢 投信持股比才8% 8點多%而已 所以後續呢 還是會有一段的買盤 再把它往上買 畢竟這一檔呢 投信是鐵的心 要去做一個認養 要去做一個第三季的作帳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3324的雙紅 反而預估明年的EPS 來到15塊以上創新高 我認為是還不錯 是有機會達到的 它的第三季的水冷板會出貨 第四季呢 又有新的平台即將出貨 再來它又有車用 車用那個散熱跟那個充電裝的散熱 那有打入到日系車廠 所以它未來的股價呢 我認為還是可以期待的 反倒是拉回到季線 拉回到月線 你可以值得留意 然後投信呢 積極 近期也是積極去做佈局 再來的話是3037的星星 星星這一檔啊 我認為它是唯一落後 還沒有補漲 落後而已 它還沒有漲的AI概念股 因為它是做ABF載板嘛 那ABF載板是可以用在哪裡 可以用在手機 可以用在車用 可以用在高速運算 所以對AI來講 它也是一個收回概念股 那你可以觀察投信佈局的情況 這一檔我認為不要現在買 你要第四季才買 因為第四季的話呢 投信才可能會積極的進場 現在投信已經賣無可賣了 後續呢你可以知道 2021年那時候載板大漲 投信只買什麼 南電跟星星 所以呢你去看星星 投信只要連續買三天 連續買五天 連續買兩週 這時候就是進場訊號 我認為會落在第四季 所以第四季的話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投信開始買的時候 可能新聞就會出來 它是AI的落後部長股 再來你可以看到 最終還是要回歸台積電 台積電呢 其實只要有半導體 有晶片的都需要它嘛 蘋果的備貨動能呢 第三季的猜測有望達標 那再來的話 外資近期也是賣一直賣 但是呢台積電本來 就是要買在外資 在大賣的時候 因為外資還是要去操控台股 操控台股呢 最主要就是控台積電 所以呢你買在大賣的時候呢 賣在外資大買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相對的買低賣高 因為台積電不會死 大家都知道它是價值型投資 所以買在相對底部 賣在相對高點 是比較容易達成的 那就看外資的籌碼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 你覺得台積電是OK的 是沒有錯 是可以的 有給你的 對那來呢 使你來挑戰 有什麼來的 你全部對外資 都在等於 你來看外賣 會有什麼來的 所以你來玩 有什麼來的 你我來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